上午的六点 起床了 把昨天晚上剩下的米饭给他炒了 吃完之后再走 把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米饭 还有一点点 切点白菜 这里米饭 再炒上两个鸡蛋 吃完之后再收拾东西出发 今天的任务比较重 今天可能骑个100公里左右 起锅烧油 米饭少 就用这个小锅吧 不用那个大锅了 小锅的话热得快 下入油 油温差不多了 加油鸡蛋 放入准备好的白菜 炒白菜 白菜里面下一点点酱油 炒一炒 再把米饭倒入锅中 哎呦 倒不出来 好像倒不出来 哇 米饭比较少 然后菜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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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啥也没看到啊 回去 加入盐 哎 干饭 嗯 这样看米饭也不熟啊 锅上沾啊烧上一锅茶叶 快快快的吃完今天今天计划骑到苏千 苏千的一个县城当时还有100公里有点难 所以吃完就加油赶路吧 啊 而且今天我冲凌饱啥的快没定了 全都没定了 昨晚想冲没找到合适的地盘 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这个湖边河的对岸还有几个大爷在那练武术 那棵树下面 熟悉的香精小道 路两边好香啊 都是那个米饭的味道 其实是骨子的味道 和米饭还差了工序 好香啊 淡淡的 稻香味 这边的稻谷已经瘦了 一把一把的扎着 然后镜头 远端那些 看着像小房子小洞小洞的 那是江苏这边的坟墓 万亩稻田 这个季节真的太适合骑行啊 哇 稻香 好香啊 白雪工作在逃跑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听说风貌喜欢爱丽丝 臭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听说彼得潘总长不盘 好 好 酥 好 好 旅行 好 好 好 来 这个路上有些晒的热都是稻肚 兜兜转转 出来其实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很少走国道 不会那种绕不开的 不然的话我都是 绕到这种山津小道里面走 太阳马上又要下山了 这路边都是卖苹果的小山 又到了黄昏时刻 又该找露音地了 哇 这地方还挺美的 哦呦呦呦呦 这边的小麦都绿油油的了 今天踩的比较多 准备踩 踩100公里 现在骑了有 呃90了 还有最后 将近9公里多一点 没有10公里了 疯狂的踩吧 踩到寿阳献田去今天 从 林云港出发 哇 真可以 我也没想到能踩这么远 因为 发行今天很神奇 出了一点小状况 天马上黑了 自行车后台又爆胎了 先补一下吧 我一下再走 哇今晚估计又要摸黑了 连续两天晚上摸黑吗 哇 完美 今天晚上到了 宿天的宿阳县 然后 也没想着搭帐篷 因为已经摸黑好几天晚上了 今天晚上在县前 呃其实可以录音 但是 我的啥充电宝啥的都没电了 我就想着住一次店吧 找了个酒店 不酒店 找了个小宾馆 住在小宾馆里面开了个房 然后我出来做了个核酸 嗯 做完核酸买点东西回去吃 也就不做不做饭了 可以 哇第一次住店 我以为我不会住店的 没想到还是住了 哈哈 这是第一次 也警告一下自己 这是唯一的一次 今天晚上住了个店 住店就不让你们看了 买了些卤菜 买了些牛腊山吃